所以就請教這個黃捷 昨天在立法院 到底藍白是怎麼樣強行 度過這一些這個法案的 而且據說有些法案 真的有這種可能嗎 已經表決舉手的立委 可能連法案都沒看過 有沒有這麼誇張 然後昨天後來這個 聽說在現場這個 在宣布說來了至少 產外八千人 真的國民黨的這個立委 全部笑開懷嗎 我先講一下昨天的狀況 因為其實昨天我們到現場 其實是大家如果有看 我們從早上六七點 然後到晚上十二點 昨天其實我們採取的是 一個比較和平非暴力抗爭的方式 因為我們覺得在立法院 就是要論理這個是 然後再加上其實昨天 很多外賓來 大家也希望臺灣的立法院 展現出來是一個 非常有民主素養的地方 結果國民黨有多丟臉 你知道嗎 多丟臉 他們每個人全副武裝 這邊肩膀 每個人都像溜直排輪 安全帽 護膝 護腕 都是硬飾的 然後手上面的手套 裡面是硬的 我還去摸 我就摸到了 這個皺下去真的 會痛喔 沒有破皮也有流血啦 每個全身上都像武器 然後這樣全副武裝 然後他們找那幾個 很粗用的那幾個 全部站在主席台第一排就這樣站著 像不像鎮暴警察 我就問像不像鎮暴警察 就出現在立法院裡面 所以我昨天一找很震撼 然後覺得很荒謬的是 他們不是說要展現國民黨的素質嗎 韓國瑜前一天不是還說 我們希望議事要和平 大家希望展現這個民主的氛圍 結果到現場長這個樣子 你們告訴我你們要和平 你們轉暴力 我走錯了嗎 這邊拳擊場 真的走錯了 要嘛在溜直排輪 要嘛在打拳擊 就是一個競技運動場 所以很多人就說 昨天的立法院真的像一個運動場 就是每個人都是這樣的裝扮 好啦 他們現在就是這樣子非常暴力的 然後兇神惡喪的站在那邊說 要來通過這個法律 然後這種雨帶威脅的要通過 那所以他們昨天到底通過了什麼 我還是先講一下 大家還記得上禮拜五 這個程序就已經鬧過笑話 前面沒收很多東西 大家都已經知道 沒收討論 沒收審查 然後沒有任何的逐條討論 那禮拜五 然後沒收點名表決嘛 然後到禮拜二 他們還沒收清點人數 所以徐曉青才會在那邊笑說 說什麼 報外面八千人也要清點人數 因為我們說現場來來去去 因為他們現在已經連記名表決 都不讓我們表決了 說要用舉手 回到三十六年前的這種非常古老 非常民主倒退的方式 在那邊舉手表決 就像人大一樣 坐在那邊把立法院當成人大 在那邊舉手表決 好啦 人來來去去 結果昨天那有什麼笑話 他們說民進黨支持五十三位 大家聽得出來笑話點在哪裡嗎 民進黨只有五十一位 五十一位哪來的五十三位 我的天啊還幫我們自己加了兩席啊 所以有多荒唐 昨天下禮拜五已經到了一個笑話 大家算數基本數學不好 數學不會就是不會 算數總會吧 上禮拜五他們五十加六十 然後全部點起來一零八 五十加六十等於一零八 你去哪裡告訴我這種理性科學的這種數學啦 五十加六十是一零八嗎 然後這樣已經算不清楚了 就是到最後所有算票出來的 你說他做票也不為過啦 到了昨天 然後再算出說民進黨支持五十三位 然後楊瓊英在那邊說 民進黨五十三位敢對敢對 他們才說好啦 重複表決 好妙喔 好 我已經想一想就頭好痛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 昨天現場有多混亂 在那邊亂算 人來來去去 有人躺在後面睡覺 徐曉青還抱著他的花朵抱枕 躺在地上睡覺 帶著他的毯子在主旗台後面睡覺 然後你在那邊說要這樣清點人數 在那邊說我們現在有幾位幾位 請問這樣的數字 到後面你可以被認可嗎 這種議事程序有任何公信力嗎 這是程序 再來講到內容 其實剛剛朗東已經講得差不多了 但我還是要講一下說 這個對人民的影響到底有多大 這個寒蟬效應是什麼 第一個二十五條 昨天早上通過二十五條 是針對行政官員的 就是他裡面提到說 反質詢 藐視國會 如果你行政官員 反質詢 你藐視國會 不好意思我可以罰你兩萬到二十萬 一直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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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給我隱匿的話 不好意思我把你抓去關 關一年 這是昨天通過的東西 他裡面這個現在其實 國民黨跟民眾黨 他們都不斷的在造謠跟洗腦說 他們不會去侵害一般的人民 可是他在罰條裡面 關西人都講不清楚啊 到底什麼是關西人 像剛剛朗東講的 許曉星的例子 他現在要調一個案子 他說什麼 如果說我們造謠 他都跟煉金術怎樣的 關西人是誰 不好意思 溫朗東算你一個 四叉貓算你一個 你們全部都在講他嘛 對啊 安琪 我一定有的啦 對 尤其也講過啦 他都每個人在場 每個人都算數啦 薛瑋哥 你也算一個好不好 裝電交出來 每個人都可能被他抓去問話 那這個調查委員怎麼組成的 剛剛有講到 就是藍白多數啊 立院的多數來決定 他自己的調查委員會 他自己可以判定說 他要不要抓你來問話 他自己可以決定說 要不要罰你 所以這件事情下去有多可怕 他現在覺得你是關西人 你就是關西人嘛 他覺得這個你是相關的法人 你就是相關的法人嘛 所以他們現在還一直說 我們民進黨在什麼 違言聳聽 沒有違言聳聽啊 你們要的就是擴權到自己 變成太上皇嘛 然後再來我補充一下 昨天的黃國昌啦 我覺得昨天黃國昌 最可笑的地方是喔 我覺得他現在還在一個悲傷舞階段 怎麼說呢 他沒有辦法承認自己 不是十年前的那個英雄 昨天有一個最好笑的畫面是 他一早就是在那當富昆奇的小弟 就是這樣子衝到前面去 然後主席台旁邊有一個門 他拿著繩子在那邊 很努力的要把那個門鎖起來 然後這個畫面被拍起來 外面的民眾看到外面說 你是怕十年前的自己衝進來嗎 這個畫面要多諷刺啊 你在怕什麼 他們在怕什麼 因為其實這整個事情 我講到底啦 大家在反對什麼 反黑箱反擴權 說到底其實藍白要硬幹 你還是可以啊 因為屬人頭照民主照程序 你們到時候表決一樣可以通過 但民主跪在什麼 跪在討論 你不能異而不決 不能絕而不易 現在是他沒有任何審議的過程 他就要強行通過 所以我覺得最好笑的地方是 藍白現在說我們造謠造謠 那個危言聳聽 很好笑 你們委員會為什麼不討論 因為他們沒說我們討論嘛 所以這些東西 我剛剛講的這些 他們現在才開始講的東西 早就在委員會就該討論了 沒有審查 結果現在已經惡讀過了 你才在那邊 他們現在到處上節目 然後到處開直播 連黃國昌就只敢拿著直播棒 他昨天一整天他都不敢發言 好好笑喔 最愛打出來黃國昌 不敢發言 叫他上來講說你的法條多好 不是說很好 不是說最陽光最好的國會改革 不敢上來講話 不敢上來講話 黃國昌老師不敢登記發言 怎麼可能 我真的要笑死了 跑笑倉 昨天多少人他不是說什麼 來最愛出來辯論出來打球 結果他連登記發言都不敢 然後坐在後面躲在國民黨的保護之後 昨天 你學得好像啊 他好像就這樣 因為昨天他就指著他說 你下來嘛 你下來講話啊 然後結果怎樣 國民黨保護他說 我們國昌老師在那邊直播 不要不要干擾他 太好笑了吧 當初說要消滅國民黨的黃國昌 現在在被國民黨保護 這畫面有多難看 所以王世堅說 偽君子就是說你啦